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5G社会正在逐渐向我们走来 18日下午 上海虹桥火车站启动建设5G网络 它将是全球首个使用5G室内数字系统建设的火车站 它将在今年内完成5G网络深度覆盖 届时广大旅客将享受到高速便捷的5G网络服务 上海虹桥火车站这么做了 北京南站我相信很快就会跟进 首度国际机场上海虹桥机场 在今年内相信会有很多设施先进人流密集的场所逐渐动作起来 它们先是4G海洋中的一些5G孤岛 渐渐的5G就变成了海洋 4G成为剩余的孤岛 专家们认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两年时间 中国的5G建设看样子 要走在全世界靠前的位置了 其实4G中国就开发的比很多西方国家好 众所周知 4G带来了中国移动支付的普及 移动支付进一步刺激了电子商务 比如外卖的活跃 另外4G成就了全球范围短视频的流行 中国在这方面走的也很快 抖音的火爆就是其结果 还有4G让移动互联网进一步成为传播的主阵地 这导致了PC也就是个人电脑的整体衰落 智能手机全面普及了 另外电视机它的打开率也大为降低 现在有些年轻人家里已经没有电视机了 4G带来了那么多变化 5G带来的变化必将更多 我看到有的美国人预测说 5G将产生的影响会比电力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大 现在我们还不能判断这些预测是否有些夸张了 总之5G肯定会带来从一些生活工具到部分生活形态的大量变化 多数人当然会随波逐流 享受5G带来的方便和进步就够了 但老胡想提醒那些想创业 以及想在5G时代抓住机会 让事业更上一层楼的人 现在他们就要做好准备了 认真总结4G时代那些未能解决的问题和遗憾 探索利用5G实现突破的可能性 此外更重要的是 大家要总结从互联网出现到4G 几个发展波次的经验 形成了哪些公司和新的行业代表5G时代产业方向的判断力 当阿里巴巴刚开始爬坡的时候 咱没看准 错过了 开网店 微信那一波机会咱又错过了 但5G时代的机会 咱可要瞄准了 抓住他们 老胡祝愿大家 尤其是年轻人 有眼力和胆略 争取赶上5G最早的一波浪潮的潮头 谢谢